8点20分 但你要关心天气 今天是清明廉价的第二天 全台极冻湿了 如果您在今天计划出游 就要注意一下保暖了 好 微信图来看看 今天持续受到的是 大陆冷气团 还有华南浴区冬雨的影响 所以你看到在台湾的周边 这水气是非常多 持续在一路之下 所以也导致着各地的天气 都是比较偏湿冷的状态 极水温度来看看今天清晨 最低温度出现在台中的大砸 只有10.8度 好冻哦 那新北的淡水只有12.2度哦 西半部跟东北部其实在清晨低温 都落在只有到12跟14度左右 您看到这几时的温度 也差不多这个温度 好 花冬低温大概落在16到18 稍微高一点 局部延缓空旷地区 还有近山区平地就会略低 所以提醒大家 如果你是往山区走 就要特别的注意保暖 好 我们再看到是雨区预报的部分 在水气方面哦 在气象节目间 针对全台10个县市发布大雨特曝 好 你看到就是上半天跟下半天变化 其实呢 就明显的差距 上半天水气很多哦 像是在北部东北部 还有东部地区 中部山区降雨都是很持续 而且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 那么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雨 不过到下半天之后 接下来呢 这雨是会逐渐来趋缓 上下东半部 北部地区还是有局部短暂震雨 不过其他地方都会来转干了 好 我们看到是 接下来这温度上的变化 在今天预测中部以北 还有东北部白天高温 其实有点凉 你看到只在15到17度 南部花冬大概18到21度 廉价的后两天还好 你看到太阳出来了 还好可以好好地把握一下 因为明天周一开始 大陆的冷团减弱了 各地的清温就开始回升了 白天逐渐转为是舒适 而且比较温暖的天气 水气逐步减少 大台北还有东半部地区 只剩下有一些局部短暂雨 但是其他地区都是恢复多云到晴了 下周二到下周六 你看整个未来一周都是太阳符号 因为呢 这个温度逐步在回升 水气逐步减少 所以各地大多是恢复到 多云到晴的天气了 那么直接在东半部 有局部短暂震雨 所以提醒大家亲密连假 如果说你要扫墓要出游的话 在今天天气还是不太好的 比照湿冷 那么在明天后天这两天 天气就不错 可以好好地把握